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燦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忠祥 燦燦時光會客室是燦燦時光節目 以及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還有公民進動已經進入資料庫聯合 自播的視頻跟音訊的廣播節目 我們節目會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的網站上面直播 在這個直播之後也會在公庫 以及在燦燦時光的節目當中 網站上面也會有後續的完整的節目播出 上禮拜我們剛剛談到的是嘉義的空氣污染的問題 其實它的範圍不是只有在嘉義 因為PN2.5它其實有可能是危害到整個台灣 比較嚴重的就是在嘉義這個地區 我們今天要在談的是一個 我覺得也是很多朋友在關心的是一個 有關於同志還有包括婚姻平權的問題 今天在5月17號的時候 其實包括台灣同志之群熱線 包括伴侶盟還有包括同光教會 他們其實辦了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其實是叫做360行行出同志 5月17日出櫃反恐童的活動 也呼籲各行各業能夠願意公開的去支持 這些所謂的願意出櫃的同志 然後對這個所謂的反恐童的運動 能夠做出一些社會上面的回應 當然在5月21號的時候 伴侶盟也召開了一個記者會 呼籲我們的政府能夠趕快的去審查 婚姻平權的草案 因為其實在1996年 許又生先生跟Gary 其實他們就已經辦了 台灣首次的同志的婚禮 今天節目當中就要來邀請到的是 伴侶盟的簡志杰 來跟我們一起來討論這個議題 志杰你好 管老師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謝謝你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那我想可不可以請你先介紹一下 這個伴侶盟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 以及伴侶盟想要推動的一些議題是什麼 因為我想前一陣子 所謂多元成家的這個相關的法案 很多人的關係 那也跟伴侶盟其實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的 是 伴侶盟其實是從2009年開始 主要是從婦女薪資基金會開始召集 然後就召集了一些同運的團體 以及關心性別人權的團體 然後包括婦女的團體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說台灣目前 這個法令上面如果只有婚姻 作為成家的一個選項 其實是太狹隘了 那包括像同志的伴侶 然後或者是在一些婦女團體裡面 我們看到一些老年的女性 也許他們會跟友伴一起組織家庭 也許他們其實有第二春的伴侶 但是因為其實很多小孩 其實是反對自己的老爸老媽再婚 像類似這樣他們其實就會組成同居的家庭 那當然我們也看到像我們這個年紀 其實身邊的朋友大部分其實寧可選擇同居 而不會選擇結婚 對所以像這樣子的家庭 在台灣是日益的增多 也就是說非婚家庭在台灣是非常多的 但是我們從統計數字大概後來我們也發現了 統計數字也可以看到 目前一人跟兩人的這種小家庭的組成 就是說家戶裡面只有一人兩人的家庭 大概也都超過了30幾 那女性未婚的人數其實也是急劇增加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看到整個社會變遷上面 家庭其實是變遷的非常的快速 而且一句的改變 但是我們的法律卻從來也沒有在回應 目前家庭的變化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在想 從我們身邊非常多朋友的例子 我們應該要來重新思考 國家的法治是要如何的比較平等的 而且比較開放自由的回應這些新興的家庭的存在 所以幾個團體就開始在嘗試的 在做立法的一個計劃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花了三年的時間討論 最後當然是研究了各國的大概八到十國的立法力 然後重新討論台灣大概會需要什麼樣子的法治 所以最後提出了多元成家的方案 那多元成家其實是三套法律 就是其實是三法不是一套 所以說三法裡面就是包括像婚姻能夠平等 也就是說婚姻平權就是希望讓婚姻可以讓不分性別性傾向的人可以進入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寫的另外一套法律是伴侶制度 它伴侶制度是給兩個人使用的 只是說這兩個人可能是這種所謂第二春的老爺爺老奶奶 或者是同居不婚的伴侶 或者一些不想進入婚姻的伴侶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就是家屬制度 那家屬就是指同住在一起的人 那他們因為沒有目前法律上面的親戚的關係 所以說他們就是同住在一起 那國家把他們視為家屬 然後給他們一些基本的保障 大概是這三個方向 對這就是多元成家 所以多元成家基本上來講 我們應該是把它分成三個部分來看 當然這個社會裡面有時候會把它混淆在一起 但是也有人會對三個不同的所謂的法案 或是三個不同的內容 其實會有一些不一樣的一些意見 待會我們有時間我們再來談這個部分 不過你剛剛談到的這個伴侶們 我們談到所謂多元成家法案的 第一個部分其實是主要是婚姻平權 可是婚姻平權基本上來講 就是不要只有限制在所謂的男性跟女性 這兩種傳統的社會裡頭的性別的 這種婚姻的關係 那也包括所謂的同性的婚姻 那這跟其實在5月17號你們辦的 所謂的國際反恐同日的活動是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如果要走到婚姻平權這件事情的話 這個對於所謂的同志的恐懼 這件事情的確要先消除 那可不可以請自節先跟我們談一下 這個國際反恐同日是一個什麼樣的活動呢 是 其實過去整個世界史上 因為對於同志的不了解 因為對於同志的偏見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非常多國外的一些真實的案例 就可以看到有人其實是只是因為對方是同志 所以就可以對他暴力的對待 甚至把他虐殺這樣子的事件 在台灣其實也發生過 就是曾經在蜜月灣 就有人因為看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同志可能在蜜月灣聚會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他們是同志 所以就直接暴力攻擊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整個世界上 其實因為對於同志的不了解 因為對於同志的恐懼 而來的暴力歧視其實是層出不窮的 所以在1990年5月17號那一天 是世界衛生組織把同志 過去很多人會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病 所以就要矯正他 可是當那一天就是1990年5月17號那一天 其實是世界衛生組織正式的宣告 同性戀不是一種疾病 同性戀就是一種跟人類其實所有的性傾向一樣 就是一種性傾向 就是等於把同性戀等於是自然化了 就是說同性戀並不是一個偏差的行為 也不是一個需要被矯正的疾病 那我們就把這一天定做國際的反恐同日 其實如果翻譯 有些人會翻譯國際不再恐同日 世界不再恐同日 我們希望從這一天開始 我們社會我們的世界對於同性戀要有一個新的看法 一個重新的認識 不要因為恐懼而在給予歧視跟暴力的對待 那我想在很多人的心裡面會覺得說 同志不是每一年都會辦大遊戲嗎 那我們好像在電視上面過去 看到很多人對很多的同志的刻板印象 現在好像也越來越少了 似乎很多人覺得說 同志的人權在這個社會上面也越來越受到彰顯 甚至可能也有某種程度的這種保障 那在現實的生活是怎麼樣呢 還是我們所想像的這種同志 好像越來越得到這個尊重跟保障 但是在現實上面 他可能在職場上面 在學校裡頭 在家庭當中 他可能面臨到很多不一樣的壓力 對 其實我們這多年來也一直認為說 台灣的社會其實比較友善了 好像同志也都 例如說每年的同志大遊行 好像我們的媒體也都蠻正向的報導 那甚至我們到校園裡面演講 也有非常多的同學會告訴我們說 老師你們那個年代都不是很可怕沒有錯 我們這個年代都不是 大家都是直接出軌這樣子 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事實上我們知道不是這樣子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這幾個月來已經發生非常多起 其實比方說女同志伴侶 就是牽著紅線要自殺的案例 那這個也會讓我們回想起 過去其實有非常多的同志 因為得不到父母 得不到整個學校或者是社會的支持 所以就自殺這樣子的事件其實是很多的 對 所以說其實我們的社會 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友善 那從去年當伴侶蒙提出了這個婚姻平全草案 在一讀赴尾之後 我們其實看到了社會上獨默巨大的恐慌 從1130有多少人走上街頭 那我相信這個東西或說這些人的反應 其實是社會上蠻多數人的一個害怕 那他們會覺得說過去他們會覺得同性戀其實就是不好的 只是過去沒有辦法說出口 那今天同性戀要開始爭取婚姻平等的權利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恐慌了 他們會想說難道我們的國家要把同性戀視為正常嗎 未來如果他們跟我們一樣在法律上面平起平坐 是不是我就不能再告訴我的小孩說你不要亂搞同性戀 也就是說他們的這些恐慌其實就會反映在他們對於我們法案的反對上面 他們會覺得同性戀是特殊的 也許他們不敢說不好 他們會說這是很特殊的 你們自己要有特殊的法令隨便你們 但是不要跟同異性戀平起平坐 所以我們的法案其實正好就是戳到了這個點 就是我們認為人人都是人 大家都應該獲得平等的對待 這件事情上面我覺得反對者其實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看到在1130或者一些相關的這種所謂的反同的行動當中 我們看到教會其實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比重 可是我也跟很多朋友在講說其實教會其實是比較強的憂慮感 是比較強的焦慮感 而且他是一個比較行動積極的一個群體 但是他所要面對或是所謂的婚姻平權也好 或者是多元成將的相關法案也好 他面對是整個社會裡頭的各式各樣的人 而這個力量的人其實還沒有真正的被 還沒有真的站出來 我們看到當然是教會站出來 所以如果我這樣的說法是成立的話 背後可能隱藏了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 同志的一個議題它其實是非常跟傳統的華人社會的道德 或者是婚姻觀念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那這樣子如果說是在法律上面去做一些調整 但是它還是面臨到相關的文化上面的 這種所謂的不能夠理解或是不同意的狀況 那這個真的能夠去解決目前同志所面臨到的困境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分兩個稱次談啦 就是說我覺得在立法過程當中 就像我們這一次終於把法案提出來了 那麼社會上也真的開始討論同志的議題 過去其實就算同志遊行走了十多年嘛 好像十年了 可是我們的社會對於同志的議題 其實還是處在一種曖昧不願意討論 或是沉默的一個狀況 就像我們剛開始提法案的時候 每次社會的朋友問我們說 那你們覺得最大的阻力是什麼 其實對我們來說最痛苦的就是整個社會不討論 非常的沉默 然後非常的覺得這不關自己的事情 那我覺得好加在是這個法案被提出來 而且還引起這麼大的反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議題變成公共議題了 我們可以看到像例如說我們現在就可以 你看大家可以透過這個節目 我們來討論婚姻平權的議題 來討論同志如何的在社會上受到歧視的議題 甚至其他的各大媒體也都有這樣子的大篇幅的討論 所以他變成了一個公共議題 那不再冷漠了 這是一個 那我相信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辯論跟社會討論 就足以可以改變同志在某一個社會上的處境 那非常多的同志過去會覺得非常的孤零零的 非常的沒有支援的 以為社會上都是反對他的 或是他會覺得說這世界上難道只有我一個同性戀嗎 會覺得自己非常的怪異 可是透過這樣子的社會討論跟氛圍 我們可以增加一點社會的意識 也可以給予這一些孤零零的同志 一些鼓舞就是他不是一個人 其實社會上非常多的人 其實是聚集在一起在要求我們得到平等的對待這樣子 對那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其實就是那是不是法案過了 同志就可以獲得平等的對待 是不是就不再被歧視了 沒有這麼簡單當然 對 可是立法就是在法治上面讓同志得到平等的對待 絕對是第一步 而且他必須要這樣做 因為當我們的制度 還存在著給予同志差別的對待 那麼他就是讓整個社會歧視同志最大的一個藉口 因為我們的法治都沒有給予同志平等的對待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同志本來就可以被差別對待 我們歧視同志是有利的 所以其實法治上面能夠獲得第一步的平等 我們覺得這個是最基本的要求 而在這個要求之上 我們再來改變社會的文化跟社會上面 對於同志的可能是一些偏見或者是刻板印象 當然這個同時在做 但是法治必須要做改變這樣 我想這也是一個必要的 不管是在一個所謂的社會運動的角度來講 或是在社會裡面的一種所謂的公共討論的面向來講 透過這個法律的這個立法的程序 那我想會有更多的人去關切這個議題 而且這個議題其實我覺得並不是一個非常個人的 它其實是一個整體社會的 因為在每個的家庭當中或是在每個個人當中 他其實都會有遇到類似的這樣一種基本的人權的這種狀況 那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面向 特別是剛剛志傑提到所謂的社會討論這一件事情 它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種人權的基本落實 甚至是一個民主很重要的保障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回過頭來 再來跟班旅盟的秘書長簡志傑一起來 討論這個所謂的多遠成家法案當中 剛剛談到有三個不同的這個所謂的方案 這個方案裡頭我們看到它最主要的主張是什麼 以及社會上面會有什麼樣疑慮 會有什麼樣的一種不同的意見 我們待會再回來討論 我們待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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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再次回到災難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在災難時光會客室 是跟災難時光節目 跟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以及公民行動營記錄製料庫 聯合直播的視頻跟音訊的節目 所以你可以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的網站上面 可以看到直播 那在之後 你也可以在公庫的網站 以及災難時光網站 看到我們完整節目的播出 今天要跟大家談到 是在前一陣子 非常受到關心的 一個多元成家的法案 以及在台灣社會裡頭 其實很多人非常關切的 這個同志的議題 特別是有關同志平權 同志婚姻合法化 等等的這個部分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伴侶盟的秘書長 簡志杰一起來跟我們聊這個議題 志杰你好 大家好 老師好 我們剛剛在上段節目當中 其實也提到說 很多人會覺得說 台灣的同志 就是基本上來講 好像出櫃 或者是說每一年的同志遊行 都有很多人參與 甚至很多人覺得說 其實台灣的同志 沒有這麼大的 一個一個 所謂的 遭到歧視的問題 相對過去來講 其實好很多 可是我們其實 剛剛在中段的節目當中 有調到說 其實在現實的狀況裡面 還是有很多的同志 其實是在各種不同的 日常生活裡面 坦白說是點點滴滴的 這種所謂的壓抑 或者是被壓抑 或是壓迫的狀況嗎 對 其實是 因為其實怎麼說 我參與同志運動的時候 其實很年輕 所以那時候 我其實從來不會去想到說 成家這件事情 跟我有什麼關係 因為確實 大家會覺得 好像真的要遇到問題 要到生老病死 這種好像離大家都很遠 可是參與了這個運動之後 才會發現其實 其實這個社會上 意外無所不在 然後各種悲傷的事情 其實是都在發生 他也不是說 一定是年老才會遇到 比方說辦盟過去 就是曾經也有收過 一個男同志 他其實是來求助的狀態 他來求助 那其實是為什麼呢 因為跟他在一起 18年的男友 其實已經18年了 然後就突然意外就往生了這樣 那意外往生的狀況 我們就不能談太多 因為是個案的狀況 他就意外往生 那意外往生之後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說 因為他們 因為有一些優惠利率的關係 就是銀行有優惠利率的關係 所以他就是把所有的錢 其實都是存在這個 往生的男朋友的名下 然後包括他的車子啊 房產其實都已經過戶給了這個 往生的男朋友 好 所以當他意外走了之後 他第一個想法 當然就是先趕快把錢提出來 那他想提出來 當然第一個想法是 這是我的錢 第二個想法就是說 啊就是未來後世 可能會需要用到喪葬費用 對 所以他就把錢提出來了 那馬上就有法律的問題 因為他的 因為他跟他的男朋友 目前沒有法定上面的合法的關係 所以他的男朋友死亡的那一刻之後 所有的財產其實等於 就是他的法定繼承人要可以繼承 所以當他的男朋友把錢一提出來 其實這個就是侵占 侵占了他人的財產 所以當然他馬上就面臨了侵占的官司 所以這是他來找我們的原因 但是我想後續更令人痛苦 我覺得比較令人難過的是 因為他的男朋友的家人 其實是非常的 覺得同志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他們覺得有這個同性戀兒子很丟臉 所以當然家人不會去願意正視他們 已經在一起18年的事實 所以財產的事情當然他們不願意積極的 比方說他們不願意積極的看到說 這個錢其實不是他兒子的 這個錢其實是他的男朋友的 所以當然錢他不願意還 那就算了 他因為覺得他的兒子太丟臉了 所以他寧可決定要把這個兒子 草草的商事草草辦了 可是他的這個來找我們的大哥 他其實心中抱持著很大的懷疑 他一直不知道他男朋友怎麼死的 所以他非常希望能夠 你知道他非常希望能夠主張 就是可以重新的驗屍 然後來確認他男朋友的死因 可是他沒有這個地位 他沒有法律地位 所以他沒有辦法提起 這樣子的一個申訴 對 所以說一個是他 他男朋友的所有驗屍報告他都拿不到 因為檢察官不會告訴他 因為檢察官是告訴他的家人 對 所以包括他男朋友怎麼死的 後來他男朋友的喪事 他是完全的不能過問 因為他家人就把他帶走了 就把他的遺體就帶走了 對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就是 對我來說 他一個看到的是法治上面的缺失 沒有錯 而法治上造成他 其實我覺得他現在非常大的痛苦 對 還包括他現在官司都還沒有了解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其實我也看到了 這是一個孔童的文化 就是說這家人 是這麼的害怕 兒子是同性戀的事情曝光 所以沒有辦法去接納 就算法治 因為我們其實可以知道 就算法治沒有過 他的家人其實如果能夠願意正視 他們在一起18年的事實 我想至少參加喪禮 或者是說願意把錢還給他 都還有機會 但是家人不願意吧 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其實都跟很多 例如說這不只是法的問題 當然包括文化的問題 沒錯 那很多人也會說 難道我們我們的法過了 這件事情 就是說家人就可以接納嗎 對 可是我其實就很想說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這也是我覺得 我一個朋友很好的例子 其實他跟他的女朋友在一起 已經五年多了 然後家人都認可 對 所以說其實所有家族聚會什麼的 其實他都一起參與都沒有問題 然後他的弟弟跟他的未婚妻 其實才認識不過半年 他們就決定要結婚了 對 所以等於是家人其實不太認識他弟弟的妻子 對 所以每次家人聚會的時候 其實反而是家人跟我的朋友特別好 可是跟他妻子不太熟這樣 可是有一天我的朋友沒有受邀 就是說我的朋友他沒有受邀 訂這一個家庭聚會 他覺得很挫折 他也很難過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那一天的家庭聚會 他們當就是當天他們突然決定要討論 爸爸的身體的一個健康檢查的一個狀況 他們認為這個是家務事 所以不方便外人參與 對 所以就說那這樣子那就不方便請我朋友參加 可是他弟弟的未婚妻就參加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我們的文化裡面去定義誰是家人 誰不是家人 其實常常也是由法律上來定義的 而不是由情感念來定義的 對 所以說法令有沒有可能 如果他們真的現在可以結婚 我想他進入這個家庭是完全沒有問題 家人也可以毫無困難的把他視為家人的一份子 可是就是因為這個法沒有過 家人不知道怎麼認知他 所以當我們需要區分內外的時候 他就把他設為外人了 對 所以法確實有可能造成文化上面的改變 也會讓同志感覺到比較被接納 而且是比較有社會支持的 對 從這樣的一個例子我們看看 其實姿姊也跟我們剛剛做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明確的一個所謂的這種所謂的歸納 其實就是包括一個文化上面的問題 一個是在法律上面的問題 基本上來講當然文化跟法律之間 某種程度上面 他必須他常識一個所謂的辯證的關係 當然某種程度在法律上面調整之後 文化才有可能慢慢的受到這些影響 很多時候他沒有辦法去 因為這個文化本身是一種 被一種比較過於傳統 或是一種保守 或是一種退步的這種形態 他可能必須有比較進步的法律 來去跟他產生一些拉扯 或是一些辯證的過程 另外一個部分其實我覺得 也跟所謂多元成家法案 是有很大的關聯性的是 這個社會裡面 對於所謂的家庭跟非家庭之間的 這種所謂的在制度上面的保障 在法律上面的保障 在所謂的福利上面的保障 其實是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包括剛剛談到第一個例子 能不能夠所謂的繼承的問題 其實也是在後來我們看到 包括像伴侶法的部分 或者是所謂親屬法的部分 其實是更多人關切的 那我不曉得在現在的社會裡面 家庭跟非家庭在法律上面的一些保障 它到底有多大的這種所謂的差異呢 也使得你們必須覺得應該要去推動 這個法案除了在一種所謂愛情的 所謂的基礎之上 在所謂的家庭權利的保障上面 在個人權利的保障上面 也是你們去推動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理由 對 其實這個說都說不完 因為法律上面跟配偶相關的規定 其實大概就上千條這樣子 對 所以說很多人就會說 如果說例如說醫療有問題 那我們就修醫療 剛剛說的繼承有問題 我們來修繼承 對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了這個 我剛剛說這個男同志的例子 這個是很難修的 因為這個其實是法律地位的問題 所以社會上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給予我們生命當中重要的人 一個比較確認的法律的地位 也就是跟他的身份 如果沒有辦法產生關聯的話 那麼其實他在各種項目上面 不只是福利的問題 會出問題 像這種必須要代理 例如說代理 生活上面的代理 法律上面的代理 其實就沒有辦法執行 對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說 這個真的是攸關非常多不同的層面 那所以也會讓我們去想到 就是這個不只是同志 要跟異性戀平等結婚的問題 對我們來說結婚不結婚 是一個平等的權利 對 可是多元成家法案的另外兩項 伴侶制跟家屬制 是為了要回應我們現在的社會上 人們組織家庭的方式 不是只有婚姻 而有其他的方式 那麼我們必須要看到這種 其他的家庭的存在的現況 而必須要有法治予以回應 那至於說什麼樣子的福利 或是什麼樣子的權利 是這一些家庭需要的 我覺得都可以再談 對 可是至少要開始看見 這樣才有談的空間 對 可是對很多人來講 因為這個法令太快了 所謂的快快就是說 它跟傳統的所謂的家庭的概念 比如說家庭組成的方式的概念 或者說在文化上面的 這種所謂人倫的倫常的概念 其實那個經驗上面的落差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所以很多人就說 那假如你們真的就像你剛剛提到說 要解決這些所謂的在福利 或在很多制度的這些相關的 不足的問題的話 那為什麼不修個別的法 例如說好了 剛剛談到醫療 對不對 那醫療其實難道 現有的醫療的相關的法律 例如說我們今天有一個人 他急著要必須要開刀 但是如果不是家屬的話 他不能夠開刀嗎 那如果不能的話 那我們就修那個法就好了 或是現在的法律當中 是不是其實也有這樣的保障 那為什麼一定為了要 這個所謂的這些相關的福利 或者是相關的這種法律繼承的關係 而去把整個家庭的概念 重新的去重組 或是甚至是被挑戰跟打破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很好玩 就是什麼叫做快 很多人就像例如說 我們去演講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 你這樣講一講就要大家接受嗎 可是我就會在想說 這事情好像是因為是你第一次聽到 所以你才覺得很快 可是 對 可是你看我們第一個 要求地方法院要求他們要結婚的男同志是誰 是齊蒋阿維先生 他在1987年就已經要求他要跟他的男朋友結婚了 所以台灣的社會明明早就存在了這一些同志的伴侶 他們已經成家很久了 而且同志要討論要不要平等結婚這件事情也超過十年了 所以重點是我剛剛說的 社會其實一直冷漠 所以才會覺得我們的法案很壞 可是事實上也都不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說許又生大哥好了 許又生大哥在1996年的時候 在媒體面前公開舉行了他的婚禮 這是台灣的第一期 他就說他35歲結婚了 他現在已經53歲了 53歲了他還是跟葛瑞在一起 而他還在爭取婚姻權 所以我們怎麼能說我們的社會走得太快 我覺得對於許又生大哥來說是社會對不起他 讓他的生命有18年 現在其實他跟葛瑞在一起21年了 這20年來大家真的 又生大哥就說王寶川都等到先生了吧 他還等不到他可以結婚 所以說快慢我覺得 不是這一些 不是這一些自己覺得沒有準備好的人可以說的 別人的人權 別人的人生 別人的生命是怎麼樣的被耽擱 難道這些人要持續被耽擱 只是因為我們的社會上還有一群人心中過不去 覺得他還想保有某一種異性戀的尊貴的地位嗎 我們應該要為了這些人心中覺得異性戀很尊貴 所以就繼續犧牲 繼續等待 用這一些統治的生命在等待嗎 我認為這個是不對 這也是不合理的 對 是我們必須要趕緊的改變 趕緊的讓這些人獲得平等的地位 對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到底什麼叫做快什麼叫做慢 如果我們不是處在那個情境當中 我們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給社會帶來這麼大的衝擊 可是事實上這個社會早就應該好好的去討論 去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 事實上我覺得很好玩 每次我們在課堂上面 我們討論這個話題的時候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熱烈 每次討論的熱烈程度跟坦路實習是差不多的 我覺得這很好玩 我會丟給同學一個問題說 什麼叫做家 家的概念到底是什麼時候才出現的 那這個家的組成什麼時候開始有所謂的法律的保當 那在所謂的現代的法律之前 那些家那些組成的方式 難道都不是家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在談這個議題的時候 如果我們真的要談文化 那我們應該把那個文化的根源 是拉到更長的面向 從人類的變遷的歷史上面來看 或是從一個所謂的家庭的概念的組成 跟建構的過程當中 我們重新再去思考這件事情 說不定我覺得那個在討論起來 其實是會更有意思 或者是大家就是不會覺得說 原來其實這個問題幾千年前就有了 或是幾千年前搞不好 是比現在更進步的一種所謂的狀態 那不管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就只能夠跟志杰來聊到這邊 我們下次希望有機會 再來跟志杰談這個議題 我覺得這議題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的聽眾朋友觀眾朋友 非常歡迎你們 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東西PM的網站 可以看到我們的直播之後 在燦爛時光以及公庫的網站 可以看到我們完整的節目的播出 謝謝志杰 謝謝我們各位聽眾 謝謝拜拜 謝謝大家拜拜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